第三百二十六集 上迷讲到 整班怪兽就出现了在我们面前 还隐隐将我们包围住 刚好这个时候 艾玛就醒过来了 他见到所有的团员都集合在这里 就下意识地想说过去威廉武斯 和小宇他们那边 我们示意要去稍微平静一下 这两个他最关心的人 还散散散在书 而且似乎都未曾受到什么伤害 艾玛好像想起了什么 忽然间就叫了起床 哎呀小天 你不是还有那个玉珠龙在这里吗 快点给威廉武斯 只要戴上这些肉牌 那些怪兽就不会吃掉它了 其实他说的这些 刚才我已经想到了 一摸三袋里面 刚好有三枚 眼睛看着这些怪兽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低声解释着 你不要再问了 有了这些怪兽就不会袭击你了 威廉武斯看了看手里面的肉牌 又看了看身边的小宇和范三哥 这才仿然大悟 他惊讶了 哎呀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虽然落单 但就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原来你们身上也有这样的东西 团圆地本来就聚拢得很近 威廉武斯的声音 又太过大声了 想瞒都瞒不住 其他人将他的说话 全部听在耳朵里面 这个保命的秘密 现在就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一边是随时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的怪兽 一边就是可以保命的肉猪龙肉牌 所有人已经完全没有了道德观念 就好像饿狼那样 向着我们几个人不停撲起来 尤其是那几名西班牙的团员 甚至已经拿住了威廉武斯的衣服 但又将个肉牌不抢过来 世不罢休的架势 范三哥的行动就很快手 扑着小宇就扔开了 但就看到好像铁塔这样的身影 失了在他面前 正正是鲍鱼 鲍鱼手掌一寸 什么东西来啊 交来我这书保管啊 范三哥将小宇问到自己的身后边 一个人面对着鲍鱼 但是鲍鱼的强行 不是他可以对付 范三哥想了想 在自己三角那书 就将自己那枚的肉牌 解低下来 直不一地扔在空中 跟着着 问着小宇就向着另外的方向 扔开了去 鲍鱼冷笑一声 高高地跳起身 想说将那块肉牌 挖在手里面 但只见空中人影一闪 有人竟然比他还要快一步 这一个身影又干又瘦 竟然是无奈之前 用隐朔隐藏起身的仓井路人 老人家一拿到肉牌之后 有点忘乎所以 用他的柜文自顾自地握住什么 似乎认为自己有了肉牌之后 就可以保住条命的意思 鲍鱼就勃然大路 要追着那样的苍惺老人家 但是想不到的是 那个老人家几个闪身 又不见了 都不知道躲起去哪里 鲍鱼阻顾右盼的时候 忽然间几滴声臭的水 就跌了在他的肩膀上 他先是猴了猴 跟着着就意识到了 有一只最先落地的怪兽 已经超超然在他的身后边 鲍鱼想说再避开 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怪兽猛地咬住了鲍鱼的肩膀 这名大大只的年轻人 口里面都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声 但是下一瞬 那只咬住他的怪兽 就发出了好像悲鸣的叫哭声 跟着着 怪兽就缩开了咬住鲍鱼的巨口 鲍鱼狼瘡了一下 在个怪兽的身后边 捐回出来 整个肩膀和前胸 留下了一排深陷下去的牙印 现在还哼哼声地标着血 但是这个伤口就不是很深 完全就不足以致命 那只怪兽 就被这具坚硬的獵物身体 浪到爬牙都应该有点痛 巨大的头脑 歪在一边 用着他两只前肘 不断地磨擦着他的侧面 鲍鱼在个大口涂身之后 吴笛间反而还生了起身 雙拳紧握 慢地一下就向着那个怪兽 不断地打了出去 这一拳带着雷霆之威 竟然一下就将这怪兽 向后面接连地打到退了几步 鲍鲍鱼 鲍鱼继续向前大踏步 死死地振住了怪兽背脊后面 收起身的那对翼 本来已经摘跌起身的翼 被鲍鱼用它巨大的神力 尖山地咬得出来 跟着咔嚓地一声吹响 怪兽身后面有半边翼 已经被他完全地咬断了 鲍鱼跟着口里面就大喝一声 好像撕鸡翼鸡腿一样 完全将你半面丑陋的痴婆 在个怪兽的身体上面 不断地拔断了下来 怪兽口里面发出了痛苦的伸吟声 似乎是终于撞到了 令他害怕令他恐惧的事一样 趕快想说飞去半空之中 逃犬开去 但因为没了一只翼 根本就没可能有一次飞起身 只是隔着隔着地 扔到远处 但有徒子腰腰的架势 鲍鱼击败了这只怪兽 只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 其他人就没那么好彩了 全部就遭遇到怪兽的围攻 鲍鱼一边扔就一边叫 大兵 别仔 你们顾好阿月 我抢回个鱼牌给他 我们几个人 虽然遭受到怪兽的围攻 但因为人人身上都有鱼牌 所以稍稍还是存在着一些 僥倖的心态 果然 这些巨大的猛兽 就好像先前那样 只是将我们围起身 就没说真正落罪的意思 但没远处的樊三哥 就没那么好彩了 他身上的鱼牌被那个仓井抢走了 立刻有十几只怪兽就围住了他和小羽了 小羽不管一切地拦在他面前 令到那些怪兽一时之间想说要襲击 一时之间又因为有肉牌的存在 没办法去咬他 我想都不想 慢地在身边的怪兽包围之中冲了出去 向着范三哥就叫了 三哥你再坚持一下 我李树还有多出来的肉牌 话音未落 前面又是鲍鱼了 铁塔的身形死死地拦在我的去路上 他冷冷地向着我伸出了手来 大声地说了 有多少在手 拿出来给我 我眼睛看着鲍鱼身后的范三哥 就来顶不住了 立刻就把手里面最后的两枚猪龙肉 拿出来拼了拼 我好急地说了 还有两个下 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给你 鲍鱼就说了 我只要一块就够了 我摁了摁头 你去救回我的兄弟出来 将其中一块交到手上 我就将另外一块给你了 鲍鱼就直接答应了 手持着两块的肉牌 就没有遵守正先的约定 直接就向着杰仔和亚越所在的位置 跑回过去了 我心里就骂了一句 混蛋了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木蓝地就出现在我身后边 跟着着就向着那些围攻阿范三哥的怪兽 冲了过去了 木蓝地的出现 令到那些怪兽感到十分之意外 在去地发偶斗的时间差里面 木蓝地就踩着某只怪兽的身躯 冲了进去包围圈里面 将范三哥和小羽 全部就问了出来 这个动作如果在平时 木蓝地根本没办法做到 但是因为在那个银光笼罩的区域里面 重力和外面的世界是不同的 这才令到木蓝地可以腾空这么高的位置 木蓝地那时居然可以做到了这么难的动作 那时这刻他和范三哥还有小羽三个人手里面 一共有两枚的猪龙肉牌 那四五只围攻的怪兽 一时之间就更加难以取捨了 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落嘴才好 我就好像和木蓝地进行接力比赛那样 蒙着这个惊魂未定的两个人 向着远处不断扔了开去 其他的人也都受到了怪兽的围攻 险象还生 幸好的是 绝大多数的怪兽 已经被鲍鱼他们那帮人吸引了过去了 现在直不一地向着深坑的核心地带前进过去 其他的团圈都不知道应该怎样避开过这个生死劫难 只是知道刚才所有人都在抢夺那个猪龙肉牌 似乎唯有得到了猪龙肉牌的人 才可以真正地避开这场劫难 于是就好像被一些什么力量驱赶着那样 向着鲍鱼他们那帮人躲避的位置追了过去 一时间 所有人因为不同的原因 聚集在那个黑色开裂岩石 和那个黑色怪兽石像附近 来到猪龙 鲍鱼他们这帮人 似乎自信心就更加足了 猪龙除了在我们手里抢走的两只肉牌 还有更加强烈的银色光芒 似乎在作为他们神奇力量的来源 见到这几个人 我心里面带着强烈的鄙视和愤怒 但是这时又绝对不是跟他们翻面的时候 因为越来越多的怪兽 已经在岩壁的各个角度 向着我们呈现出围攻的态势 威廉武士带着静低落来的团圆 也都来到了这树 撒那之间 我们已经没了退路了 鲍鱼向着杰仔递了一个颜色 杰仔就心领神会了 和大兵带着阿玉众伸一跃 跳到了黑色蚁蚁雕像的面部 似乎在那树 找回一片可以藏身的地方 鲍鱼呢 就稳稳地站在大家面前 似乎就没有打算 和他们那样的同伴地一起去躲避 我见到此情此境 就觉得有点不明白 鲍鱼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 解释着这一切 只见他再都不用担心 阿玉的安危之后 真正放开着他自己的手脚 先是向着距离最近的一只巨嘴怪兽 猛地撲了过去 那只怪兽似乎都未曾看清鲍鱼的动作 就被这个强壮之极的友仔 冲了去眼前面 鲍鱼冷笑一声 猛地一脚 扫了在这个怪兽的脚上 咔咔一声的吹响 这只怪兽的一只前脚 就已经被他踢断了 怪兽口里面 发出阵阵的悲鸣 站都站不稳 向前面不停摸了下来 大概是意识到 面前这个自己的猎物 具有强大的力量 他是根本对付不来的 这只怪兽 在扑低的同一时刻 就想着震翅飞走 鲍鱼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在你只怪兽 仰面想要起飞的时候 突然间就伸出了 降纤一样 这么强壮的手臂 死死地扣住了 那足足有成米阔的大嘴 怪兽的几只牙 被鲍鱼 就这样压在手里面 下一个瞬间 他双手上下一分 那又是一声 慢慢传过来的吹响 这一只曾经不可一世的怪兽 在他大嘴的根部 竟然硬山山地 被人家完全抹开了 过点的血水 好像下雨那样 洒到整地都是 怪兽巨大的身軀 空然那样倒了落地 振扎了没多久 就动都没动了 鲍鱼这时 就好像一尊天神那样 站在墙地的正中间 自言自语地说 是你说 我的力量是无限的 我要用你们这些 丑陋的怪兽血肉 来验证一下 神秘力量的本源 那这一位鲍鱼 现在真是比怪兽 还要怪兽 但是这么厉害的力量 会不会产生 更加大的副作用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百二十七集 顺媒说到 鲍鱼这时 就一个人停留 在那个银色岩石的正中间 在那儿大发神威 去到此时此刻 所有人 才对鲍鱼的强行力量 有了一个更加直观深刻的理解 有了鲍鱼站在大家面前 那些想说要围攻的怪兽 更加不愿意 谋然地靠近 正因为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人 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换句话来说 鲍鱼的勇猛 实际上就等于帮我们解了围 它算是帮助了我们 很久没有说过话的师父 忽然间就大声喊着 你们听下 这些怪兽正在不断地交流着 他们说要再等一会儿才攻击我们 等一会儿 为什么要等一会儿 师父就拎了拎头 指着那几十只怪兽 退出去的方向就说 你们看 这些怪兽有计划这样退开的 没有远离我们的 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果然 那些怪兽 全部就退到去 岩壁的上方 居高临下 变为警惕 而又有耐心地等着什么 不知为什么 我感觉到连心都跳得特别慢了起身 而且脚步也变得沉重起身 靈翻转身去看一看大家 似乎大家也意识到了 这样样异样的氛围 空气之中的银色光芒 变得更加笼稠起身 似乎这样样的光线 好像烟雾一样 可以被银色的岩石 不断地释放出来 师父忽然间掩着对耳 敬叭着地说 哎呀 这些怪兽又开始交流了 他们说我 要将我们全部能杀死 就在这下 话音说下 一道凌厉的风 不断吹过我们所在的区域 来得毫无征兆 我们还没来得及 担高头去望一眼 身边的鲍鱼就已经消失了 一声痛苦的新人声 在几十米之外就传了过来了 是 我们看到了一件好得人惊的事 一只前所未见的巨大怪兽 只是容许一只前蹄 死死地踩踏在鲍鱼的胸口 而鲍鱼呢 就好像一只待宰的羔羊那样 刚刚的神勇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更加不要提有什么招架之力 高高躲在吊杖上面的阿月 他们那帮人 一阵的惊呼 担心着鲍鱼会出什么意外 那只怪兽 整米几长的三角形头包 还伸着整嘴的尖牙尼尺 不单单这样 去每只脚上面的尖爪 足足有成半尺金墙 四周还横山着一串多长的那些尖刺 身后边那对翼 好像那些滑翔散那样 在那抹开着 借天蔽人 而且更加奇特的 在这对刺上面 竟然还删出了很多黑色的羽毛 鳄鱼一样的血盘大口 配上好像鸟类一样的羽毛痴婆 这样样的情景 恐怕唯有在恶梦里面 才看得到 鲍鱼那种强悍的力量 似乎在这只怪兽的尼爪底下 再都发挥不出半点的威力了 而这只怪兽的样子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似足之前围攻我们那些严的友仔 很快脆 问题的结果就有了答案 地面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半空之中略个无比阴森的展影 几十只同样这么可怕的怪物 向着我们慢慢逼近过来 没错了 正是那些恐怖的怪兽 只是变得更加快 更加强壮 更加有力 那些阎镜牙更加尖 更加锋利 电光火石的瞬间里面 我想到了鲍鱼和杰仔说过的东西 身体在这些神秘的光线底下 沐浴久了 也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异 难道这些怪兽就是变异的产物 我们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怪物 这些怪物不愿意给我们去再想一想的机会 他们以压倒性的数量 将我们团团地围住了 我眼看着一只变异过后的怪兽 扑向了范三哥和小鱼 范三哥想都没想 身体本能地令到他不断地向后退 而且在后退的过程当中 将万事万里的猪龙肉牌拿了出来 那只怪兽在他面前来了个急杀仔 旁大的头脑正对着范三哥 压住的猪龙肉牌的手掌 似乎在密密地想着什么 师父惊讶起身 哎呀 你们小心点 怪兽要攻击了 果然师父话音未落 那只怪兽已经用一个快到不可思议的拼头动作 触碰到范三哥手里面那个小小的肉牌 范三哥害怕轻地抹了抹嘴 他手里面已经是空无一万 怪兽就微微扬起了他巨大的头脑 透过空气之中明亮的银色光线 我就可以看到一个浅绿色的东西 在怪兽的嘴唇之间闪闪发光 好显然 那块肉牌已经被怪兽轻而易举地拿走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克制怪兽一直很有效的肉牌 长期以来都可以令到这些怪兽地有所忌惮 但加下我们的保命符已经没了作用了 怪兽想都不想 轻轻把嘴唇抹开了一条线 肉牌就落到了牙齿之间 卡卡几声音的吹响 玉石质地的这件事 竟然就被怪兽直接吞了下肚 就好了 范三哥凌转身 大力地推了小羽一下 敬喊着话 你快点走啦 不要理我啦 还没等这句说话说完 怪兽就带着范三哥那条衫领 又一次扬起了他的颗 范三哥的身有一半 已经被他带了进锯口里面 我再都等不下去了 将手里面的佛陈银枪狠狠地向着那个怪兽 不断刺了他 在以前和怪兽交手的过程当中 我早就知道这个恐怖怪兽的坚韧皮肉的强盗了 但佛陈银枪不竟是世间罕见的杀戏嘛 至少还可以伤到这个怪兽身上皮肤以下一寸的地方 只要可以令到这个怪兽松开他的嘴 这都还可以将范三哥救回来的嘛 但是我就忽略了刚才的便宜 帮你点的怪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了 佛陈银枪的枪头 刚刚刺到他的身上 我就觉得不妥当了 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 在个手挂的方向就回传过来 震到我两个肩膀都疼痛难忍了 手腕一震 个五个佛陈银枪差点就跌了 再看看面前的那只怪兽 竟然身上是完毫无损的 顶多就是只有一个枪尖大小的痕迹出现下 连他的皮肤都未曾刺穿到 幸好这一刻还是影响到怪兽的先咬动作 这只旁然大物 终于把嘴子松开了 放任范三哥回到地上 但是一米直径大小的头脑就向着我轮转过来 看这个阵势 下一个遭殃的就应该是我了 师父和木兰敌同一时间就冲过来要帮手了 师父打横地挡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 伸出了一只手掌 也都不理危险 把手掌贴在怪兽的伤目之间 我知道了 师父为了救我 想有一次施展通灵兽语的本领 想令到你怎么的怪兽主动地吞开了 师父面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 在不断地拧着头 怪兽就没有继续挨近我们 也都没有伤害师父 但是眼神之中就流露出越来越凌厉的光芒 师父没有开声发出类似动物似的声音 单单是凭着他的思维和眼神 就已经可以和面前的巨修进行沟通了 师父的面色也都越来越难看了 那个这样的手掌也都开始不停地在那里哒哒的阵 又过了一阵 怪兽伶俐的眼神达到了顶点了 再都不肯配合 慢地一吹个头 将师父就这样顶开了 我趕快走上前去扶着师父 问他发生了什么状况 师父似乎心神都受到了一些伤害 透过几秒之后 这样才小声地回答我 我看到了他们的愤怒 也都看到了他们的恐惧 在这些怪兽的眼里 我们来到这个山洞里 不单单是打扰了他们的休息这么简单 也就是想前来终结他们的生命的人 所以本来吞食蝙蝠为身的 就与通灵之讯 也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我们唯有顶硬上的了 说完 长剑一挥 准备和那些怪兽地 殊死一搏 木蓝地突然间 就扯低了身上一条布条 将自己的左眼 不停前了起身 跟着着就说 天仔 我找到了击败这些 铜皮铁骨怪物的方法 你看着我眼色行事 说完 他就拼住个洛阳铲 向着怪兽的方向 不停袭击过去 奇怪的是 洛阳铲在空中的方向 变了几遍 并没有说要直接击中怪兽 要害部位的打算 而是转了个弯 在怪兽的背脊 前肩的几个部位上面 好像拗痕那样 不停地击上去 我们就不太明白 木蓝地 这是什么意思 连怪兽都不明白 帮着那个大头 似乎还反复地 在想着原因 我就看出了其中的QK 原来木蓝地的洛阳铲 有一个很特殊的功效 在打盗洞的时候 还可以帮地下的土层 做出了一个标记 洛阳铲的铲尖部位 有一个小小的粒槽 里面可以放置住 各种颜色的粉末 在使用洛阳铲的时候 就可以在不同的泥土深度位置 留下一些清晰的颜色印记 这时这刻 这个小小的功能 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只见木蓝地 手起铲落 怪兽身上 两边对称的位置 就出现了十多颗青色的斑点 在他深色的皮肤链甲上面 这样的青色斑点 就显得分外那么明显 木蓝地这时大声地叫 就是这些位置了 我由眼看到了不一样的肌肉和皮肤结构 只有这几个顶方 是这个怪兽身上最柔软的位置 我来吸引这种怪物 你们就试着用那些力气攻击这些部位 看看效果 说完 他一个身形移动就飘到了旁边 侮辱着他身场之后的洛阳铲 在那儿不断挑动那个怪兽的神经 本来木蓝地和那个怪兽就已经不止一次交手了 之前全部都落在下方了 但此时此刻的环境底下 木蓝地的身法比在外边的世界的时候要快了很多 不单单这样 这树的地面环境 不存在着危机四伏的水位 木蓝地灵活的身法 还有洛阳铲精妙的产法 可以百分之二百地发挥出来 那到底木蓝地的判断又准不准确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些怪兽的弱点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328集 顺微讲到 银色光芒的照耀底下 令到那一群怪兽身体亦都产生了变异 令到他们的身体机能变得更加强顽 但木蓝地这时就说发现了他们身体上的弱点 在近距离的伤斗底下 怪兽的巨大翅膀根本就用不上来 只是用他那把嘴也都咬不住木蓝地的 毕竟潜地龙也是成名已久的高手 我和师傅就已经发动起了凌厉的攻势 分别在左右两个方向 向着木蓝地刚刚在巨兽身上 刻下来的标记那树 不断攻击过去 怪兽家下的样子对我们来说 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战靶 我们都不用浪费多少力 就把武器落在指定的地点 这一下我就做好了承受巨大冲击力的准备 谁知刚刚相反 我的佛陈银枪刚刚一挤进去巨兽的皮肤 就好像这树的肌肉十分之晒乱 这一种大起大落 使出去的力量全部用得上的感觉 简直就令到我大大地出着一口恶气 而我手里面这一柄出自帝王灵霧的神兵力气 似乎也变回了原先应该有这样的样子 我甚至在枪尖急进去怪兽身体之中的一瞬间 忽然想到了 哦 这样都算是爆丁解牛了 师傅在一边用个剑 击了进去怪兽的后半边身里 效果跟我都是相差无几的 看来木兰地那只复明的右眼 看到的东西是正确的 那只神奇的眼 确实就已经具备了透视的功能 将怪兽皮下组织结构 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们正是兴奋当中 而那只怪兽身上就发生了更加奇怪的事 按道理这么说 我们见过鲍鱼手印两只怪兽 手段是很狠难 当时怪兽全部都发出了悲痛的呼喊声 显得很痛苦的 又好像是一种临死的挣扎 但当我们将神兵利器插进去面前这只怪兽的时候 它既没有说狂暴地对我们展开报复 也不会像其他怪兽在临死之前那种痛不欲身的样子 只是用它那对续续的眼神 望向了我们几个的襲击者 这种眼神很复杂 又好像类似于人类的某种眼神 就好像某个人终于射低了去肩头上那种重淡的感觉 鱼色重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感觉 虽然应该是很痛苦的 但是就没有说要生我们这样的意思 师傅见到此情此境 面上就流露出更多的难以置信 或者是我们的武器已经深入到怪兽的撞气当中 去庞大的身躯 支撑不到多久 吓了几吓就扑了在我们面前 口里面就发出了滑滑的轻响 师傅就走过去 又一次用手掌贴住了怪兽的颗头 闭上对眼 尝试着跟它交流一下 过了一阵而已 师傅迷惑地扼开着对眼 看了我一眼就说 哎呀,那真是奇了 从来都没曾见过受到致命攻击的动物 会出现这样的情绪的 我在他的思想当中听到了两个意思 我不由得就问 师傅,是哪两个意思 师傅就回答我 一个是感谢,一个是解脱 感谢?解脱? 为什么,为什么怪兽在临死之前的情绪和心理 会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呢? 我就更加迷惑了 师傅想了想就回答我 我认为,刚才我探讨他们的心思应该是对的 在这只怪兽的心里面 我们是来终结他们的生命 这样是比起他们正常死亡还要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由始至终都犯了一个错误 不是他们在追杀守暴我们 而是他们对我们这些入侵 做出一些强烈的反抗 木蓝地就拎了拎头 似乎都不敢相信这样的解释 师傅就接着这样说 嗯,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 我们用锋利的武器将它杀死 他们就可以在那种被人灭亡的命运当中解脱出来 所以这只怪兽不是这么恨我们 反而在这里感谢我们 听到师傅的解释 我唯有用难以想象来形容 我们联手击杀这只怪兽 只不过是片刻之中发生的事 因为要全心全力这样去进行搏斗 就没有发现到四周围的形势发生了改变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那些经过变异 变得更加强壮和可怕的怪兽 在这里集体地退走了 就好像之前曾经退走开去的情景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走远 而是整整地把我们所在的银色岩石区域那树 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时刻保持着有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然后整整地趴着在那树 动都不动了 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我们这帮人的一举一动 身边有一个年轻男子的痛苦生吟声传了过来 我侧着头去望了一下 那个是鲍鱼 刚才被那个巨大的怪兽 是这样扑了过去 差点就遭遇到不测了 幸好的是 他的同伴结仔 及时地在那个黑色岩石雕像上面 跳了下来 和那个怪兽扭打在一起 帮助着鲍鱼脱身 但是即使是这样 鲍鱼身上面 依然有很多大清晰的血痕 这些这样的血痕 就远比之前 要咬他落口的那只怪兽 在他身上留下的那两排牙印 要危险得多了 这些怪兽的牙 和那些锋利的刀印 是没什么区别的 更何况 还有那些难以想象的 上岳咬合力呢 这件事就说明了 在银色光线的照射底下 经过进化的怪兽力量 果然是增加了很多倍 家下的鲍鱼 一定不会再想 给你这些家伙 将下半身咬住了 结仔就很关心鲍鱼的伤势 开声住地问 鲍鱼啊 你家下的状况怎么样 你身上的肌肉 不是好像铁这么硬正的吗 怎么会受那么多的伤呢 鲍鱼另一另一头 就说了 哎呀 我都不清楚啊 大概是这些怪物变异过之后 很厉害啦 我身体的强度 都未曾达到可以承受的地步了 结仔似乎忽然间就想起了些什么了 疾忽着地说了 哎呀 不对啊 不应该这么说 并不是怪兽的力量增强了太多 而是我们的力量下降了不少啊 下降得太快了 鲍鱼都不够胆信了 为什么这样的 我们不是一直在这个密度的银缸下面 蹲住在那里的吗 我们的能力 只有不断增强的道理的哦 如果不是的话 你斩我一刀死死啊 结仔很无奈地另一另头话了 哎呀 鲍鱼啊 你本身的根根就已经很实正了 究竟有没有增强或者是减弱 通过刀剑这样的东西是看不出来的 来 我来试下啦 说完他迅速地抹开个马铺 和鲍鱼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 鲍鱼面上就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但是紧接着就出现着惊慌的神情 哎呀 果然哦 你的意念移动也都减弱了这么多 原来结仔在里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鲍鱼他们这帮人是属于一个神秘的组织 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有一些神奇的能力 他们彼此之间也都经常进行一些简单的游戏 来验证彼此的力量是不是可以提高 鲍鱼和结仔是在一起的同伴 他们也都有一些好十分之丝密的测试方法 因为鲍鱼的身材比较实正 散得坚宽绑口 所以腰间绑住的皮带也都是特大好 皮带中间有一只十分之巨大的金属老鹰的图案 每次结仔要测试一下自己的意念移动静物的能力的时候 就会站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去尝试着移动鲍鱼腰上面那个金属的皮带口 久而久之 这就成为了这两个人的习惯 结仔刚刚做出了尝试 就觉得自己的意念力明显减弱了很多 而鲍鱼作为腰带的主人 上面的拉力大势自然也都是一清二楚 立即两个人同时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确确实实他们的能力在减弱 虽然不知道减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们在拷穿头的想法 这个对策也一定要在那些对面貌似休息 其实蠢蠢欲动的怪兽 发动下一轮的攻击之前要想出来 他们的对话被我听过一清二楚 我心里面暗暗地觉得 超能力的减弱 一定跟某些原因是有差弱的 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似乎很快就要出现了 原来是范三哥 望着死周围的时候就惊讶住了 哎呀 我们正是惯着同样的怪兽搏斗 没有留意到其他人去了哪儿 不会是被那些怪兽吃光吧 我们几个人马上就看了看了 我确实实 除了刚刚迎击怪兽的几个人之外 就属鲍鱼杰他们还在我们身边 其他的考察团团园 好像凭空没了人影那样 我仔细地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们几个人是站在人群最外边的 而其他的人 就不像我们这些 还有一些战斗力的 所以就拼命向着唯一的掩体 也就是那块裂开了 发出银色光芒的岩石方向 聚集过去了 现在下 那座银色的岩石 和中间包裹着的巨大黑色雕像那一树 就根本没人了 正当我们反复地思考着 而又不得其解的时候 突然间就听到有人小声地在这里叫我们 喂 你们快点过来这树 发出的声音是来自两个女孩的 小雨和艾玛 你两把声好熟下 正是在岩石雕像那树传过来的 我慢慢地向着那边挖进去 就发现了声音的来源 是来自那一道不知有多深的环形深溝里面 心里面就大为震惊了 无奈之前 艾玛曾经想在那个银色岩石上面 拿回样本来 但是就不小心滑进去这个深坑里面 当时深坑里面就传来了无比巨大的吸力 那种吸着的力量 即使靠我们几个人的合力 也都只不过勉强不会跌下去 如果不是木南帝在最后关头 用个洛阳铲死死地挤住地面 我们四个人 或者都会被那种吸力 卷进去深溝当中去 但是这时这刻 他们的声音就在这种深溝里面传出来 艾玛是经历过这种深溝的利害 难道不怕被吸进去那个无尽的深渊当中吗 那到底艾玛和小宇 他们是不是躲在深溝里面呢 他们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了 第三百二十九集 上回赶到 我们刚刚搞定了一只便宜的怪兽 轻回头看一看 见到大部队都已经不见了人了 仔细搜查当中 忽然间就听到艾玛在那个深溝里面 似乎在呼唤着我们 我紧慎地一点一点挨近那个深溝 就看到一只千世的手瓜 在那里紧紧得一米阔的环形纳骨当中伸了出来 好显然是艾玛给我们指示了 等到我把头伸进去那个深溝里面去望望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环环形的洞口内側粒陷住 原来考察团的传员都全部躲在这里 似乎大家都觉得这里十分安全稳妥 艾玛就低声地说 哎呀你们快点过来吧 这树的吸力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听到他这样的说法 我心里面才安乐下来 这一条深溝因为有巨大的古怪吸力 是一块很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将这一树忽略了 但是一旦这样的吸力清除了之后 显然是一块很好的避风港 不单止这样 这条深溝的阔道只得一米多阔 那些体型远远超过这个阔道的怪兽 即使能够发现大家 也不可能将他们的身躯 逼入这个深溝当中 可以这么说 这一树是我们最维稳妥的安身之所 我们几个人就没有再犹豫了 立刻在那树当中圈住进去 落到地之后 仔细地查看下地面之下的环境 只见这一道岩石里面 向四周粒陷的区域 大概有十多米阔的样子 是一个圆空的环境平台 其实这个环境平台的空间 会比我们视线当中 可以见得到的样子 还要大一点 但是这树四周围的进口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遍布着 各式各样的雪白骨落 本来这个雕像以下的区域 光线就已经十分之暗淡了 似乎外面那些银色明艳的亮光 来到这一树地面就尖山被人隔断了 根本就没有入到这个地下区域 但是白色的骨落正形无比 似乎会发出一种惨白色的荧光 将四周围都映照得还算清楚 而整个环境平台的正中间 就是这个唯一玉眼可以见到的 环境深溝的延伸部分 向更深的地方望过去 就是望不到底的深井 深井的正中间 是一种深黑色的岩石 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石筋一样 一直延伸到地面上面 露出去地面的部分 就是那一尊高大怪异的神魔雕像 换句话来说 我们所有人家下所藏身的位置 其实是入口一个 合小而又偏缘的空间 空间的正中心 是一条黑色的岩石石柱 平台和岩石地带中间 就是一个环形的深溝 如果一不小心线一线脚的话 那就很难再拉上来的了 幸好 虽然要和这些白骨尸体作伴 我和威廉武士正是手挽住手 肩并住肩 似乎在那里祈祷着什么 我心里面就暗暗苦笑了 嘿嘿 看来这两个人 还真是苦命鸳鸯 或者艾玛已经原谅了 威廉武士都说不完 至少是这种生命危急的关头 他们还在心里面关心着彼此 而木兰迪和师父正在商量着什么 似乎对这书发生的一切 提出了很多疑问 师父就说了 这书的事真是奇怪 本来无奈之前 我还可以听到这种野兽 思想交流之中表达出来的意思 这种兽语 既不是我通过他们发出声音分辨出来的 也不是我可以远距来就听得到的怪兽的叫声 而是一种感应来的 似乎这些怪兽只要在我四周围 只要到达到一定的范围 我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 但是现在 就在我们捐入到这个深沟躲藏之后 我就再也感受不到那些动物的思想 木兰迪就瞎瞎瞎瞎说了 看来你的感觉跟我差不多 我们刚才一起击杀那只怪兽的时候 我的右眼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怪兽体里面 那些血液啊经落的迹象 从而判断那些怪兽的身体弱点 不单止这样 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体内血液流动的迹象 但是进入到这条深沟之后 由眼之中一切的影像 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来到了他们身边 立刻说出了我的想法 刚才鲍鱼和杰仔 已经进行过相应的实验 他们得出的结论更加实际一点 直接就可以证明他们获得了增强的超能力 正在那里一点一点衰退着 你说是不是大家身上都发生了同样的事啊 师父稍微思索了一会儿 就说了一会儿 嗯 徒弟你说得有道理啊 现在只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了 我又想起一件事说了 另外呢 这个地坑里面呢 本来有极强的吸力的哦 我们当时 差点就陷入了 都产生了超重的感觉的了 而我们在地面的时候呢 就刚刚好相反的 我们在那些银色光线的沐浴底下呢 可以令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体 都变得轻型的 那似乎是两个相反的极端来的嘛 地面上面 大家的超能力消失了了 同时其他人的失重感在那里减弱 地下的深溝当中呢 那吸力就消失了 而身体的感受呢 就归于正常了哦 好像整个大环境都发生了改变 变得更加贴近平衡的状态了 忽然之间 我们想到这树的时候 心里面都紧紧了 大家全部都意识到了 这个似乎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讯号来啊 正在这个时候 又有几度人影从天而降了 是和其他团圆地 细成水火的鲍鱼去地 见到这几个凶神恶杀 一样的伙子 其他的团圆呢 就不由自主地 向后面躲避起山了 免得再一次吵吵他们了 一时间 环境的平台 自然而然地 被人分成了两个半圆了 其他的团圆 陷阱集中在后半部分 而鲍鱼他们呢 就集中在前半部分 唯有我和木南迪 师父 以及范三哥 就卡在这两帮人之间了 或者是刚刚这段时间里面 发生的事情变故实在太多了 令到大家应接不下 我看了看其他人 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气氛 毕竟我们家下 都是为了躲避外面 无数那么多巨大的怪兽 而聚集在这地方 于是就问了 喂 鲍鱼兄弟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项的变化 鲍鱼面上 写满了不安和遗憾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而旁边的杰仔 就答我说 唉 我们都想不到 会发生这种事 首先 会有这么多怪兽 将我们包围起身 而且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哪里进来的 其次怪兽居然都会发生变异 而且是变得更加凶残的那种 本来我们都很自信 可以自保 但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也唯有来到这树来藏一下身 大兵就忽然间 将我嘴角撇一撇地说 唉 我就知道没这么着素的事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刚刚找到个雕像的时候 我们几个身上的超能力 增加的状况 都不是那么明显的 吃到一段时间之后 这种力量的增加 才是越来越剧烈的 当时我们 还好好地 庆祝过一番的 唉 杰仔就说 对了 但是哪个知意的 这样的力量 竟然达到巅峰之后 就会慢慢 在我们身体里面 流势出去 听到他们这样的对话 我忽然间 就有个很奇怪的念头 快快走上前去又问 喂 你们刚刚来到这树的时候呢 在地面上面 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失重感呢 和身体变得轻型变化的印象呢 鲍鱼想了想就说 我确实有这样的印象的 但是我们就认为 这是因为身体掌握了超能力 提升出来的感受 才会对跳跃的能力 进行提升 我接着就说 哎呀 但是我们其他 不具备超能力的人 都不是一样有这样的感受 尤其是近几个小时里面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这种轻易 就可以做得到的跳跃 越来越不明显了 杰仔眼神就闪溺着了 就问了 喂 朋友 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将臉 就拎过去杰仔那里 大大声地 说出自己的分析 你们过来的时候 超能力的强度 是在一个提升的过程当中的 这样或者 在隔下这段时间里面 你们的能力 就在下降的过程里面了 过不再过一段时间 这样的状态 还会循环出现了 或者你们的能力 还会提升回来 都说不定的 听到这说 他们几个 好像忽然间明白了 一样什么东西 竟叫起身地说 哦 是哦 我们想不到这一点的 就算是太阳的热度 温度 跪积 也都会通过时间的交替 而产生变化的哦 那为什么这一树的环境 就不可以呢 或者正是因为这一树的光线强度 也都会按照某一种周期 进行变化的 那所以我们体内的力量 现在正是处在低谷当中哦 想到这一树 这一树的力量 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什么可怕的后果 鲍鱼家下想明了之后 就在这里思义的狂笑起身 似乎又变回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超能力者了 但是这样就令到其他 躲在这个环境平台 另外一侧的团圆地 十分之不满意了 其中有人就高声地叫了 不如叫他们几个拖开吧 不是不欢迎我们的吗 这一树的床身的地方 也都不欢迎他们呀 但是结仔鲍鱼他们 就丝毫没有任何的波动 除了躲在一边的亚月 整面的受用 似乎满腹心事了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很难听的哭声传了过来 那这一下就吸引着 我们所有的人的注意了 只见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团圆 名叫做阿尔帕托 他就是这个月亮女神组织里面 年纪最大的成员 也是他们这一帮的团长 那时 这一名精神干练的中年人 突然间就变得神志不清起身 只见他在平台尽头的那个白骨堆上面 反复在挖挖住些什么 然后 口里面就念念有词起身 那到底这兜友仔 又发生了什么状况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集 第三百三十集 我这时就算是搞尽脑执 都听不明白 但似乎阿尔帕托自言自语的时候 说的说话当中 应该是有什么令到他恐惧之极 因为这样 他才整个身子不停地在这儿震 而且说着说着还哭了口 对面的科考团园当中 就有人听得明白西班牙话的 首先就是威廉姆斯和艾玛 面口都变了 他们快走上前去 把那个阿尔帕托的身就控制住 阻止他继续去做傻私 但这一名中年人 似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一尾想着要令到自己的身体 埋入那堆白骨当中 这一幕发生得很突然 很多人就急着上前来帮忙 终于在几分钟之后 大家就终于把这个阿尔帕托 控制住了 但依然整面流着眼泪 嘴里里都不知道说着什么 等到其他同伴安抚过去之后 这一名中年男人才慢慢恢复正常 用他断断续续的英文 向着其他人降出他心里的恐惧 原来阿尔帕托是一名神学的爱好者 他自己熟知几乎所有的历史典故 和神学圣经当中的故事 他自己之所以爱好考古研究 就是因为发现圣经当中记载的很多东西 其实是能够还原到他历史当中去 于是他多年以来的爱好 就促使他成立了这个月亮女神的组织 一直致力于研究历史遗迹 和其他同古代神话有关的事物 当我们最早在山洞之中遭遇到怪物的时候 阿尔帕托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认为这种怪兽是来历非凡 但直到怪兽刚刚围攻我们 并且见识到变异怪兽变得更加强壮可怕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这种怪物的样子和形态 以及那个巨大的口腔和尼齿 和传说当中的一种魔物十分之相似 这是一种来自地狱的怪兽 那个名叫做地狱鸟 西方传说里面 地狱鸟是一种看上去好像是陆地猛兽 其实能够展开翅膀飞上天空 也能够潜伏在水里面 随时捕杀死神想说要猎杀对象的一种恐怖怪物 尤其是当地狱鸟张开他那对翅膀 开始奥祥的时候 没有哪一个可以避得过他的攻击速度 而我们一直以来面对着的怪物 虽然他就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生物 但因为他们那对翅膀十分之短小 而且没有黑色的巨大羽毛 那就没有令到阿尔帕托产生这样的联想 等到这点的怪兽变异过后 那他们的样子就和西方神话传说当中的那种地狱鸟的描述 几乎是一模一样了 想到这些 阿尔帕托就再都不能够平静下去了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是有根有强的 而且绝大多数的传说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譬如圣经当中记载过的大洪水和洛亚方舟 正是因为在阿尔帕托的意识里面 神话传说记载的东西 大多数都是真实的 他们都绝对相信地狱鸟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这是意味着杀戮 意味着死亡 也都意味着自己的灵魂会被阿撒旦带走 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人间 也都不会再拥有活生生的肉体 这样的结果是他根本不想看到的 所以刚刚的时候 阿尔帕托就开始失常了 拼命地翻动着那些凌乱的惨白骨堆 想要在这个地狱鸟找到自己之前 才把自己埋葬起身 即使死在那些肤骨虫之中 也好过我给那些地狱鸟找到自己 把自己的灵魂带走 听着他这样的解释 大家难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尤其是我们几个中国同胞 心里面都觉得 原来在外国人的心里面 也会相信这些传说 这些东西和想法 如果拿到我们国家里面 会不会被人当成是封建迷信呢 当然了 绝大多数的团员 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那些团员 还是对阿尔帕托的想法 和心理状况表示了理解 他的状况现在不是很好 一旦这一名中年人 有力气坐起来 似乎还想着自己去自尋短见 而且这个人的力气都挺大 足足需要三个人才能按住他 短时间里面 阿尔帕托就反反复复地 被团圆地团牵回在地上 我们虽然有更好的办法 去控制住阿尔帕托 但因为我们既不是西班牙的同伴 也没有更加深一层的关系 所以唯有就就手旁观 不方便插手 这时一样在一边 看着热闹的鲍鱼 就忽然间说了一句 你们不是要去死了就算了 反正大家也都顶不信 外面那些怪兽了 也都一样是死 早一点和迟一点 有什么分别呢 他说完这句话 立刻就引起团圆地 一阵恶毒的目光 阿尔帕托手眉冷静了一下 慢着站起来 指着鲍鱼的鼻子就说 你这个年轻知不知道 怎么死 死法都不一样 未来的灵魂的结构 也都会不同 如果是被地狱了吃了的话 灵魂就会永远留在地狱里面 受苦受难 但如果我们是其他原因死了过去的话 至少我们的灵魂还可以轮回 还可以流传在树 他的话音未终 我突然间就看到木兰迪的身体 用力起起伏伏 似乎他的情绪都有了严重的波动 也不知道对方的哪一句话 刺激到他 那个阿尔帕托跟着又跟鲍鱼说了 不信的话 你自己试试看看吧 总之那些地狱猟最先带走的 正正是撒旦最喜欢的恶人 地狱猟一定会让你带走的 鲍鱼就懒笑一声 看来需要送你一程了 说完 就用快到肉眼都很难捕捉到的速度 把阿尔帕托的手咬了起身 下一个瞬间 阿尔帕托的手瓜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形 只要鲍鱼再用多一点点的力气 他整只手就会被人家在旁边的树咬断下来 一个强壮高大的身影 在旁边就撲了过来 大喊一声 将阿鲍鱼就推开了一点点的距离 跟着着就解救了那个阿尔帕托 这一个人 正是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死死地将阿尔帕托 压住在地上上面 用两只手压住他的肩膀 用力地不断踏向地面那边 似乎想通过这样做 令到这个中年人更加清醒一点 过了一阵 阿尔帕托才似乎有点回魂的样子 带着怯意的表情 望着威廉姆斯一眼 口里面就微微说一句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 说话都没说完 威廉姆斯就带着咆哮的语气 开始大声地训斥着对方 那种严厉的程度 令到我们都很惊讶 阿尔帕托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威廉姆斯将这个怪异的名词 一次又一次重复住 我在旁边 很明显地感觉到 阿尔帕托的变化起身 似乎正是因为威廉姆斯 说出了这几句说话 说出了那个单词 慢慢改变了他的精神状态 家下的这名西班牙人 眼神之中 似乎多了一种坚定的信念 和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气出来 似乎再都不怕 关于地獄了的那个可怕传说 我心里面一动 拎回头 望着木兰迪和师父 发现他们两个人 和我一样 都对刚才发生的一幕 大感困惑 无人能够听得清 威廉姆斯口里面 所强调的那个单词 是什么意思 但我隐隐约约觉得 他说的那个单词的意思 应该是一件事 或者是一大地方 又或者是一个古怪的人名 但无论如何 这个都是属于 这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秘密? 忽然之间 我就想起很多的东西了 就在我们洪荒时代科考团 出发前的那个晚 正是有几名英语 说得不是那么流利的外国人 逗留在威廉姆斯 监房里面 剧烈地讨论着什么 似乎和那件不明年代 不明来力的兵马坐拥 有那能 我越想就越确信了 现在我已经可以肯定的是 威廉姆斯 我会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这些声音 是这么有罪而低沉 就算我们藏身在这一片的空间里面 都可以感觉到上面地面的震动 这样的脚步声 不可能是属于其他东西 正是对我们虎视眈眈 遁守在环形深河四周围的那些怪物发出的 怪兽群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 很快出就出现在我们头顶的正上方 大家下意识地将各自的身体 尽量缩回在环形平台 更深的地方 甚至已经顶住身后面 那些无尽的肤骨 面前的环形深河上边 好像下雨那样滴下了很多的液体 那些是怪兽的口水 四面八方的 简直无处不在 这一点的液体 也都被岩石凹陷住 那一点的肤骨的荧光 映射得十分之惨淡 最终就滴落到去 无银的深邃当中 连回声都没曾响起到 木南地就小声地说 是 看来这个合小的环形空间四周 已经被怪兽地包围起身了 你看看他们的头 就是尝试着向着深河里面探进来 果然 我就听到了 陆陆续续的撞击声 那些怪兽地 只是用头部 不停地撞击那些岩石 这些的撞击声 就好像在个个重垂 落在大家的心里面 令到大家无不心惊胆症 但我忽然间觉得这些怪兽 似乎在敲击岩石的时候 显得格外那么温和 或者说 他们的攻击动作十分之轻有 似乎刻意地想要减轻攻击深河的频率 和力量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以这么多的怪兽数量 以他们的强悍的四肢和巨口 怎么都会把声势做到无比的巨大 难道在这里的特殊环境里面 亦都令到这些怪兽地有什么忌惮? 我下意识地 就把视线凌向了师傅那边 这见师傅面上的表情就很严肃下 似乎正在认真地观察着 上方无远处的怪兽地的行为 忽然之间 他就动了 用一种极快的心法 向着深河的入口的树 不停飙了过去 那到底师傅又发现了 什么特殊的状况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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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